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公对我很好,是那种理想型的男生 尽管老公不是特别的帅,可是却很暖,也很难看 老公很爱我,由于我的肠胃不是很好 老公在这大学四年里每天早上都会拿着一杯小米粥在我楼下等我 最让我感动的是,一天晚上我发高烧,烧得很严重 老公从他的宿舍楼偷跑出来给我买药 就这样我们一同走过了大学四年,结役之后我们就同居了 同居的日子很美好,每天我们上班回来老公都会做饭给我吃 每天吃完饭,我们都会在小区广场散步 累了老公就被我回家睡觉 可是再一次意外中我怀孕了 老公说要娶我,可是在我看来 未婚先遇这种事情会被未来公婆瞧不起的 果不其然老公带我去见爸爸妈妈的时候 我那未来的婆婆对我很不待见 有时老公不在我身边,就对我冷嘲热讽 对我不守妇道,说我是一个脸下的东西 为了不让老公为难,我忍辱负重 我心想我是嫁给老公的,又不是嫁给婆婆 我的未来公婆尽管对我不待见 可是在老公强烈要求之下,正门婚事是定了下来 一个月之后我们整婚最让我气愤的是 整婚典礼上婆婆却把八万的菜类钱盖成了一万 使我这个廉价货不值那个钱 正本大喜的日子却被婆婆这么一闹,彻底变了滋味 为了不让人看笑话,我爸妈也只能忍辱负重,容许了 还好婆婆做的不是那么绝 给我和老公买了一套婚房 这总算让我的心境好了不少 可是婆婆在成婚典礼完毕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差点把我气得背过去去 婆婆指的我的鼻子说 房子写的我儿子的名字 所以房子是我儿子的 你就别想沾光了 你这个廉价货根本就不配进我家门 如果不是看在儿子的情面上 你认为我会容许你们俩的婚事 现在我认你这个儿媳妇是你修来的福分 就不要想着再从我家捞油水了 婆婆说的话句句说心 我听了都快气哭了 但我仍是笑着容许了 我知道跟她说再多 也不过被她认为成事 向她垂头钻了 但如果认为我就这么算了 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 怀孕十个月我生下了一个儿子 婆婆听到音讯之后 快乐地从老家赶过来 这也是自成婚之后第二次见到婆婆 看着喜烧眉烧的不起婆婆 我软着脸说 这个孩子我现在已经改姓了 她现在跟我姓 我想你知道我这么做的原因 别怪我狠 都是你自找的 婆婆听完之后 傻浪的单载半天才回过生来 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说我不说妇道 说不要脸 看着婆婆气急败坏的姿态 我紧紧冷笑 婆婆见我无动于衷 脸总算垮掉了 何气地求我把孩子的信改过来 乃至跪在我的面前 说会把我的名字 写在婚房的房产证上 可是我紧紧说了两个字 完了 就头也不回地出了家门 她都说我太狠心了 可是我却不这么觉得 婆婆在我生孩子之前 她有把我当人看吗 我不懊悔这么做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你的分享 感谢观看